一百年度专门人才颁奖仪式 在台东知名的纳日万大酒店举行 尽管原住民硕士生人才积极 但是在博士深造部分 成为行政院圆明会积极努力的方向 我们也希望说除了透过这样的一个奖励要点 继续来鼓励我们原住民投入各项 专门人才的一个领域去做发展之外 我想未来针对我们比较 不管是硕博士生 不管是我们各类的人才 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有计划性的来培育 今年度专门人才的培育上 硕士深造的人数已有增加的趋势 对于原住民专门人才的增加 尤其一与过去偏重于文学方面的研究 如今在物理 化学 还有法力方面的人才也有增加的趋势 前来寻觅人才的福光大学教授 认为是很好的现象 我们怎么样让别人看得去我们 这我想每一次我都会来想看看 再加上我现在是当佛光大学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系的系主任跟所长 那我也是来这边来寻觅人才 博士林毅文特殊教育进修 读了七年拿到了学位 他也分享了他的故事 开场也安排了自弹自唱的表演 没有华丽的乐队 阿美族歌调的传唱 受到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 记载卡扫非亚夫录台东采访报道